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认识他 年轻一代也不认识他 最近的新闻挺温馨的 他的癌症医治好了之后 老公就说飞到外国 跟他补回举行一个隆重的结婚婚礼 即是否他之前没有办过婚礼呢? 可能是这样的 但我觉得表面上就是诉求 这个老公真是很有心 还有夫妇的感情维系就是 大难不死 哪有后福呢? 真是可以实现的 这些都是很窩心的 所以有两点 第一 有时人总是去到这样的 你知道 人穷呼天这四个字 就是中国的诚语 人总是去到关系好 或者是刚刚所说的 就是一种在自己的关头 可能觉得自己患了重病 然后才发觉自己的有限 关系就是什么呢? 有一段关系 可能有些男女就是说 面临分手了 才发觉不可以没有对方 然后经过了之后 大家就如交似漆 就是类似的 人总是要去到 有时苦难的祝福就是这样 就是叫做危机 那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出现 大家才会努力付出 否则每天都是平淡如水 就好像觉得 理所当然了 那就为了 但希望尽量不是这样 就是不用去到一个这样的极端 你过得到就好 过不了就 是的 虽然这些是某程度 叫做大的惊喜 就是 经过了大事之后的大惊喜 但是呢 其实夫妇间或男女间 很多时候就不需要那么大的惊喜 做一些小惊喜就可以了 我觉得 你刚刚举施马燕和她老公那种 譬如十年这样 去搞一个可能 譬如有些人不用去到再结婚 搞了婚米 不用了 但是去影金载照片 五年一次都可以 那拍照更恐怖 大家发觉自己老了 哈哈哈哈 就是给对照片 大家聊一下 聊一下 聊一下 聊一下之后大家都觉得 拍照是好的 也可以去的 但有些人会认为 可能五年十年 就去一个 比较 游长一点的旅行 大家可以享受一个 二人世界 可以是这样的 但是这些都是十年五年的 我觉得每个星期或每个月 男女间可以做一点点惊喜 这些惊喜令到对方觉得 啊 那些惊喜的重点背后是什么 就是觉得 我在你心目中是重要的 是 这个才是重要的 现在你每一时都在想 有做些什么令到对方开心的呢 对方觉得 哇 真是窩心了 哇 但是要想这些惊喜 都 真是其实以今时今日 香港人那种的生活状态 都形成压力 挺难的 是的 现在越来越方便 方便 你等下 WhatsApp就做个 特别公仔给他 对方很开心 对吧 你Facebook里面 又特意做一些东西 证明这个人 是那些叫做 电子产品迷来的 对 举个例子 那这个最方便 你每天都在电话 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要是搞一张照片 然后搞一些花臣 花边 做个frame 然后做个心心 是的 就是做一些这样的东西 或者突然间 有一天接会下班 所以如果有一天接下班 那便没有惊喜 为什么一天接下班 我们曾经在那里 discourage别人 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有两个危险 一 你下班的时候 突然间有个男同事 拖着手 那是什么大件事 第二 我以为有一个女孩子 小小的小女孩 走到来 妈妈 那是什么大件事 第二 你接了一次 之后 你老婆便说 喂 你很久没有接我下班了 是的 开坏先例 相反的结果 所以无论有什么结果 你自己要预期一下 会不会转到他 给你一个很大的惊喜 那你很惨 很大的惊讶 给你 或者吃一餐饭 那个饭是你很有心思 不一定要自己煮的 找一些很特别的食物 这个我反而觉得 容易一些做到 为什么呢 你如果有了小孩之后 其实就很忙 其实呢 老实说 两夫妻 其实吃一餐好的 燭光晚餐 就是两个一起 其实已经很好的了 因为为什么呢 你那时候呢 只剩下你两个 你就可以真的聊聊天啊 你平时基本上 就是太过忙于 一是自己的工作 一是照顾子女的时候 两人共处的时间很少 其实吃一餐好的 两个人 有两个满足 一 你知道美美 美食这一件事 本身是一种满足感 是的 第二就是 刚才所说的 两个人一起 聊聊一些 就是琐事 聊聊天 不用那些子女在那里 爸爸妈妈 你知道 你饭桌上 如果有小孩 你是永远聊不到 是的 因为小孩在世上 他才是最重要的 对 同时呢 你可以做些什么 例如说 可以用一些 邀请免费酒店 住一晚 或者你的朋友 他开外国 你明知你老婆 或者你女朋友 很喜欢某个地方 某些东西 就托他去买回来 你人是在香港 突然有一份 这样的东西出现 也带给他一些惊喜 我觉得这些是 增进到大家的感情 这是增进到大家的感情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